同时要这方面 妈妈来给你加油 加油 好可爱 这是爸爸是吗 小的时候的照片 好可爱 谢谢 谢谢妈妈 听到妈妈的话以后呢 谢谢你们 都流下了眼泪 听了妈妈的话 我觉得亮影不仅是一个会唱歌的女孩子 真的是一个很懂事很孝顺的女孩子 听妈妈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吗 亮影 我记得小时候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妈妈其实她很希望我能够成才 就像其他所有的父母一样 她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多才多艺 这样 她就她让我去学那个体操 小时候学体操 对 然后我妈妈上班的地方离我学校很远 学校放了学 她从上班的地方骑自行车 要一个多小时到学校来接我 然后再把我送到少年宫去 然后要等我一两个小时 又把我送回家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想法 但是也是长大了以后才知道那个时候的妈妈有多辛苦 亮影加油 我想这个妈妈在电视机前或是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看到亮影在舞台上这么出色的表现 她会为由你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要不这样吧 唱首歌给妈妈听好不好 好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妈妈给我买了一顶草帽 一顶红色编子的主编的草帽 我突然想起一首歌 有一首叫做草帽歌 送给我的妈妈 妈妈 Do you remember The Australian You give to me I lost a hand I lost a hand 看到没有 妈妈就在那边 对着妈妈唱 The Australian Falling down On the mountainside I love my heart Like your heart 虽然是 这个歌词 跟我现在的曾经不是很相符 但是我当时第一的反应 我就是听到草帽这两次 我就想到那个时候 所以我要把这首草帽歌送给我的妈妈 妈妈也听到了 妈妈好听吗 小时候可能我不懂事 不知道体谅你 我现在长大了 我知道 妈妈是最爱我的 所以我也最爱妈妈 世上只有妈妈好 妈妈在一直为亮影加油 好听吗 妈妈 好听 女儿唱的歌永远是最好听的 最棒的 谢谢你妈妈 谢谢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 谢谢 我想今天说一些跟比赛无关的话 因为昨天我在彩排现场的门口 碰到了张亮影的一个歌迷 她告诉了我张亮影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些状况 但是我从来没有从她的嘴里听到过 让我越发地觉得 看到今天的片子以后 我越发觉得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强的女孩 但是她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柔弱的 我想跟亮影说一声 有时候别一个人挺着 好吗 你有那么多的好姐妹 有那么多喜欢你的歌迷 敞开心扉 唱歌给他们听 给有些心事也可以说出来 大家会为你一块来分担的 好吗 谢谢夏老师 谢谢夏老师 我从三月份到现在 我可以称作乐人无数 在两个赛区的海选 然后加上去年的海选 我可能已经见过五六万人了 听了五六万人唱歌 但是张亮影今天的这首歌 第一次让我这么长时间以来 第一次有了一种流泪的冲动 因为我觉得她的歌声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 是不可以去猜测 去想象的 但是我觉得她从歌声里面传达的东西 会让我们觉得这样的演唱会植入人心 因为我觉得虽然我还是不可避免 还是要讲一下演唱上的东西 就是虽然在你的每一个海豚银之后回来 那个非常漂亮的海豚银之后回来 其实还是稍微有点乱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那个已经无关紧要了 重要的是你传达了你自己 我一直对实力派的要求非常苛刻 原因就是在于 我觉得你们像登山者 你们永远只能向上看 不能往下看说还有谁 没有我唱得好 所以希望你也能够明白 作为一个苛刻的评委 对你的那种严酷的要求的原因 谢谢黑老师 何老师 装花了 装花 像个小熊猫 待会下去就补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一刻的你非常漂亮 我记得我在成都的时候 成都赛区的时候 曾经第一次听张亮宇唱歌 我说 我觉得你跟底下的观众交流特别少 我觉得你唱那首歌都没有看我 你一直在自己给自己唱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打动我 但是刚才你唱草帽歌 你也完全没有看我 可是我觉得我深深地被你打动 有一句话 可能以我唱歌的水准来说 我早就应该说 但是以我作为评审来讲 我可能不应该讲 但是今天我要说 张亮宇唱歌 我服了 真的很棒今天 加油加油 谢谢我们的评审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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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亲友团 谢谢评审老师 当然我们也谢谢 我们的 谢谢妈妈 对这个亮宇的支持 那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赶快抓紧时间投票来支持张亮宇